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经设置的摄像机和目标点保持这么一种垂直的对位关系 并且它的高度上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那这种摄像机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渲染当中来观察一下 那它叫做一点摄像机 所有对象在经透视的时候都集聚于在一个点上 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个叫做一点透视的效果 如果我们摄像机像我们的第二个房间当中的这个摄像机 摄像机的目标点和我们的摄像机不在一个垂直线上 那这时候呢我们会产生一种叫做两点透视的效果 大家知道我们这些这些个墙线在经透视的时候 透视到这个点上去 然后呢我们这样的对象在经透视的时候 透视到这个点上去 这个地方会产生这种两点透视 当然呢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 就是我们这种三点透视 大家知道这个摄像机是这样的 摄像机除了有左右发生变化之外 另外呢摄像机的目标点在高低上也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呢会让我们摄像机产生一种三点透视 所以三点透视呢就是指我们对象当中 那这样有一个急剧点 注意这样有个急剧点 大概就在这个位上有个急剧点 然后呢那这样的线在进行消失的时候也有一句点 另外对象在进行向上和向下消失的时候 也同样会有一个急剧点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三点透视 我们在制作室内效果图的时候呢 由于我们摄像机有些时候呢 想产生这种仰视效果 比如说我想突出表示我们在室内效果制作当中呢 比如说掉顶的这种效果 那这个地方呢很有可能会将我们的摄像机进行一个向上 就摄像机目标点的一个向上 这么一个调节 那这时候呢我们的三点透视是产生了 但是呢也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就是会产生这种强线的歪斜 大家知道这个强线现在已经产生一个倾斜的效果 如果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三点透视强拉成我们的两点透视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摄像机 为我们摄像机呢追加我们的摄像机校正修改器 追加方式有两种 一种呢我们比较方便的可以通过创建里面的 对不起 在修改器当中的修改摄像机当中的叫做摄像机校正 通过它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另外呢如果更方便的方法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摄像机 直接基础二键 这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应用摄像机校正 这么一个修改器的使用 点击它之后呢大家会注意到 虽说呢我们的摄像机依然会产生这个摄像机的目标点的这种仰视效果 但是大家会发现我们会把这种三点透视关系强拉成这种两点透视 注意这个地方有个提示 使用该修改器将获取摄像机上的两点透视效果 其实呢主要就是将我们三点透视直接拉成两点透视 这地方呢有两个数值 一个呢叫做数量值 一个呢叫做方向值 我们可以通过数量值来调整 来决定我们在进行变形时候这种数量的大小 当然呢还有一个方向值可跟我们调节 注意这是一个在进行扭曲的时候一个方向的效果的变化 那一般说来呢我们直接点击推色 通过推色方式直接进行运算 那么结果呢就基本正常 所以一般说来呢是直接点击 注意我们再说下它的添加方式 直接右键点击就可以 而不需要我们通过我们手动方式对我们的参数进行调节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关于摄像机校正修改器的使用方法 除了应用于室内这种制作之外 它还可以应用于我们的室外 比如说呢在旁边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楼房 然后呢我们为它呢 做一个摄像机的效果 我们在长期当中为它打一个摄像机 选择目标摄像机 我们在地方来打一个摄像机 然后呢当我们的摄像机做一个选择目标点 让它呢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仰视效果 然后呢我们选择C 选择C4 好然后呢我们将我们摄像机稍微向回退一点 好目标点可以高一点 然后呢让它呢做一个较大的一个透视关系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24毫米的一个摄像机镜头 OK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摄像机呢由于仰视 所以呢摄像机当中的这个线 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明显的这种三点透视 会向上的这种透视下去 选择这个摄像机 我们为摄像机基础表键 应用我们的摄像机校正修改器 这时候大家注意到 特别把我们的这个楼房从三点透视 直接前拉成这种两点透视的效果 OK 那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一个摄像机校正修改器的使用方法 主要呢是纠正摄像机当中的这种三点透视 强线歪斜的这种作用 OK 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就录到这里